中东铁路开始修建以后,齐齐哈尔迎来了他历史上的第一次发展机遇,在这次带有爱迪入侵的耻辱性机遇中,齐齐哈尔和没落的大清王朝,被动地接受了来自一国的文化,米黄色的主机条和形式。 居然的欧洲建筑,从此充斥了这片东方的土地,其火车站远景,1901年11月齐齐哈尔开始正式开启火车时代,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,因中俄逆约修建中东铁路,将火车站建在了王王西区。 中东铁路上奔驰的火车,现在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,满清政府全额投资的齐齐青变铁路,1902年初开工,历经波折到1909年秋终于通车,齐齐铁路设阳王西,五福马,大民屯,齐齐哈尔站,至此,齐齐哈尔才拥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火车站, 但令人遗憾的是,齐昂铁路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又被拆除了,公车站用水的大水塔,现在仍然被保留了下来。 民国成立以后,在地方政府推动下,1923年,四平到陶南铁路通车,1926年陶昂铁路通车,齐齐哈尔往南的动脉实际已经打通,不过当时陶昂铁路与中东铁路还不脸通, 在现在的三间房,设了陶昂铁路的昂昂西站,1928年7月齐克铁路开工,齐齐哈尔不用再通过齐昂青遍铁路,遍刻时间连接东北铁路网了,于是在现在火车站的位置,修建了一个火车站,这个火车站很简陋,不过基本可以满足当时人们的出行需要, 民国时,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钱去买一张火车票去外出旅行,老实站牌和等待后车的旅客。 西东北轮陷以后,不甘屈服的齐齐哈尔军民,在马湛山将军,率领下进行了江桥抗战,于日后浴血奋战十五昼夜。 当时的第二道防线就设在三间房,昂昂西一带,此处失守则齐齐哈尔在无屏障,经过激烈争夺避伤日为军六千余人,但最终日后仍然凭借兵力和武器优势,夺取了三间房的昂昂西车站。 西日本侵略者在占领车站后的合影,它是日本侵略的铁证,也是东北人民永远不愿揭开的伤疤。 西日军占领省城后,以齐齐哈尔作为关东军的核心,1934年开始修建火车站,1936年6月22日建成,当时号称北满第一火车站。 七火车站的墙体都是由红砖砌成,其实那是钢筋水泥框架结构,红砖是外贴的马赛克。 地上四层,地下一层,总面积13762平方米,一层南侧为后车市,北侧一、二、三层为办公楼,四层为铁道旅馆,七这座建筑无论从造型,外观还是结构在当时都是一流的设计,典型的日式建筑。 据说,当日本军政界,在为火车站举行落成典礼那天,一个日本飞行员从空中俯视火车站,发现原来建筑形态清清楚楚显现中国的中字,并立即报告上级,气急败坏的日本侵略者爆跳如雷,立即下令抓捕火车站的主持设计师,并迅速把他枪毙了。 也有一种说法是设计者早就跑了,其实,我们更愿意相信后一种说法。七老火车站还给人们留下一个未解之谜,人们始终没有搞清他的排水系统,七十多年来排水系统也从来没有修缮过, 人们至今无法知道,水究竟排到了哪里去。从这点上来说,日本人的建筑水平还是很高的,其有幸的是,这座古老的建筑,最终被保存了下来,也让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那段历史,而不是要去博物馆的固执堆中寻找他当初的模样,也不用发出痛定思痛的万般感慨了。